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们平安 大部分弟兄姊妹有没有见过我 记得我上次是什么时候来啊 一年前啊 而且正好是我中风的一年前啊 我二月 去年二月八号就中风了 所以我记得二月十号 在你们这个归教委讲到 我都不知道我讲什么 你们还记得吗 我完全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因为那一天真的是 中风嘛 而且还没有做MRI很多的事情 感谢主啊 今天能够来到大家的当中啊 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你们的领敬拜的 这个敬拜团一唱诗歌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神的灵应兴在我们当中 阿们 真的是 因为我们都没有彩排的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我要讲什么 OK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会来这边啊 OK 今天早上这个我亲爱的老婆 来叫醒我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今天要来到归教委来讲道 OK 所以一切一切都是神的安排都是神的带领 那我觉得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飞跃二龄啊 哇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文字啊很有那个 我那天看到这个一个短讯啊 二龄二龄二龄二对不对 爱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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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哇 这太复杂了吧 但是就有人在传那种点讯啊 就是说这个这一天啊 可以表达爱意啊 但是我感觉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觉到 主爱我们 阿们 主真的是爱我们 而且爱我们到底 那个西伯来文的那个字叫 Hesed I Hesed I就是爱到永远 而且不是按着我们的想法 按着我们的好像够不够格 我们的够不够资格 他就是爱我们 圣经里面常常讲那个是什么 存到永远的爱 而且是信实的爱 而且是永不改变的爱 我们要带这个爱 归阅二龄啊 归阅二龄 我很喜欢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我在网上啊 就差不多快一秒钟我就找到了 就找到这个 就归阅二龄二龄 就出来这个 哎呀我觉得真的好 这个一个夜景 然后当然这是虚幻的 但是这个辉阅啊 真的是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 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 我们来辉阅二龄二龄啊 我们对这个整个的环境啊 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智慧 就是审时度视 我不曉得你看过这个 这个成语没有 审时度视 可以吗 OK Good OK 好 哇 真的是 我们的给我们的同工们 一个掌声好不好 哇 真的是很棒啊 感谢主啊 OK 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面对这个大环境啊 我们觉得要审时度视啊 我记得我有一年回到台湾的时候 经过那个台北火车站 台北火车站地下街啊 常常有人在摆很多的摊位啊 那我就看到一个摊位啊 哇 是摆书摊啊 哇 那时候我觉得这个 台湾的 那时候那个书 书街啊 都已经 都已经快没有了 那时候快没有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 没有书街了 你到重庆南路啊 你到什么地方 找不到书街了 这个对我这个爱念书 爱读书的人啊 实在是很痛苦啊 没有书街 但是看到有一间摆摊位 我就过去看 就看到一套书啊 不是一本书啊 是一套书啊 都在讲什么 讲李鸿章啦 讲什么古代的这些 这个伟人啊 名人啊 他们怎么审时度视 怎么用试 怎么用人试 用时试 用什么 哎呀 一堆的 哇 一套啊 好几个人的 一套 哇 来讲这个审时度视 也就是说我们要 看准这个时间 这个实际是什么 然后我们要 看到这个 什么气势啊 运势啊 什么人事啊 各方面 怎么样在运作 然后我们来往前 来 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智慧 但是 神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要敬畏 真神 敬畏神 OK 而且告诉我们说 敬畏神是什么 智慧的开端 认识之圣者 便有聪明啊 神都一直告诉我们 要敬畏神 要敬畏我们的主 就是 什么的敬畏神 就是 让神做神啊 让神做神 你不要起来当 要做神 你不要起来 要整个 好像你自己 要整个来做神 不可能的 让神来做神 你就是做 他的儿女 按着他的一个心意 来过活 那我特别要跟大家 来分享一下 以色亚书四十章 这个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 四十章 以色亚书第四十章 真是有好多好多宝贵的话 但是我愿意从二十七节开始念 雅各啊 你为何说 我的道路 向耶和华隐藏 以色列啊 你为何言 我的冤屈 神不查问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勇在的神耶和华 创造地极的主 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 无法测舵 疲乏的他 是能力 软弱的他家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经文 特别今天早上这个敬拜团唱了第一首诗歌 就是跟这个有关的 他是从诗编出来 但是这个思想是一样 我们 以色列人在那边呼唤神 在那边追求神 在那边希望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 但是他们觉得好像是神 好像看不见他们的需要 好像不知道他们的需要 神好像不晓得躲到哪里去了 神好像不晓得在哪里了 我特别读这个 最近读这个出埃及记 我一年都读圣经一遍 然后根据这个 又读到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的 头两章啊 你根本看不到神的 你根本觉得没有神的 那是几百年啊 大概两三百年的时间 你看不到 他们一生也觉得求不到神了 好像有种感觉 神你躲到哪里去了 神你没有听见 神你根本不查问我们的事情 但是 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的后面 神垂听他们的呼求 神垂听他们的呼求 同样的 以色亚书也是这样 以色列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声音 神你看不见我们的需要吗 但是 先知的那个预言 深知要纠正他们的一个心 就是让他们定进来看这位神 神是创造地级的主 祂是创造全地的主宰 祂是叶尔华 祂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祂的智慧无法的测舵 是的 神是创造地级的主 但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件事情 如果你一直祷告 对象 找不到神 寻不见神的面 你开始敬拜吧 你开始敬拜吧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属灵的 那个灵修大师告诉我们 这个方法是灵神的一个 一个秘诀 这个叫曲线前进 有没有听过 曲线前进 你本来是想 哇 我希望能够得到那个 那个那个 哇 我希望这个能够 随定我的呼求 能够应允 能够成就 然后呢 你没有看到他 那你就 曲线前进 你以为被挡在这里 但是你曲线前进 我们应该看过 曲线就我吧 有有有有 有看过 这个在小说里面 看了很多的文字里面 讲曲线救火 这个叫曲线前进 你好像被一个拦阻 主在那边 你祷告都听不到 神告诉你 你要来敬拜他 你敬拜他 预备好你自己 来迎见这位神 他是创造地极的主 琵琶拉撒势力量 软弱了他家能力 而且诗人讲得很好 就是少年人要疲乏困倦 强壮了也必全然跌倒 好 这段经文我们应该一起来念 来请弟兄姊妹妹来念 请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阴展示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阴展示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何等何等宝贵一句话 我们敬拜吧 我们等候吧 我们来到神面前 等候他的时间 等候神 他的时候到来 所以基督神帮助我们 这边用一个比喻 就是说 他们 好 没有关系 他们要像什么 他们等候神的时候 要像如阴展示上腾 我们知道 这个鸟啊 他们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 完全靠他们翅膀的力量 来飞翔 没有办法 他们要靠什么 气流 气流 对吧 那 我们呢 最常见的 我们现在常见的 那个 我在一些幕会的时候 问过一个专家 我说 这个 气流 哎呀 跟那个 你们研究的 海洋力学的 这个不一样吧 哦 他说一样 那 那个都是流体力学 OK 空气跟这个海洋 是一样的 那个 那个水是一样的 只是参数不一样 空气的 那个 阻力啊 各方面啊 跟海洋不一样 他的 那都是流体力学 OK 那 从 等候夜华 必重新得力 要好像 如阴展之上等 那很多人提醒我们 特别很多的 明目 他提醒我们 等候神就像什么 等候 像冲浪的人 等候那个浪 对吧 我们在加州里面 我们都看到很多人在海边 海边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什么 在海边的呢 玩那个浪的 小孩子能跑去 跑过 然后 那个浪 来一下 然后呢 大家在那边 那边 然后另外其他人就在那边 这个沙滩上面 晒太阳啊 或者是 这个BBQ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然后有一队人是嘛 在海里面 对不对 远远的 在海里面 我不管到哪个 Pier 航金顿Pier 那个 或者是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 那个码头上面 都看到很多人 他们在那个冲浪板上面 在等什么 等那个冲浪 因为我们加州那个 那个浪 他们要等这个浪 要这样子 要这个样子 他们才能够 开始 能够冲浪 能够开始 否则那个浪不大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没有事 就在那边 就在那边 我想大家都应该看过吧 哇 我们到Pier 在那边看到一堆人 就在那边 而且 有时候还有一堆啊 好像是小组一样 好像在那边开会一样 大家都趴在那里 因为浪很小嘛 他们一定要等浪起来呢 等候神也是这样 我们等候神的时间 等候神的时机 我们就按着神的时机 我们 求神给我们力量 能够冲浪 能够等候 圣灵的浪潮 等候神兴起的环境 等候神兴起的作为 我们一直等候他 因为 等到他浪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个冲浪的人 你看 这张像这张 哇 那么漂亮的 还有更 有的是浪很大 像夏威夷那个 大的那个浪 然后他们 这样里面 那样的一个 一个迂回的 那样在那边 表演 在那边翻 或者是在那边 这样的来 来运动的话 我们都感觉 很美 很棒 很厉害 或者用 年轻人讲 很酷啊 很帅啊 哇 好棒啊 但是 没有这个浪 他们根本没有 他们只能够 待待在那边 每个人在那边 一堆的人 等在那里 为什么 因为没有浪可以冲啊 没有浪可以玩啊 没有浪可以运动啊 他们所有的技能 所有的配备 不管你那个浪 多好 打了多少辣 你知道那个 那个要冲浪 要打辣 因为那个阻力啊 各方面啊 哇 他们很讲究啊 哇 那个讲究很不得了 但是 能够一点用都没有 除非那个有浪 了解吗 等够神 也是这样 我们等够他 等够他的时间 丢子妹 在属灵的里面 永远不是神 有没有预备好 神永远是预备好 神永远的时间 是最完美的 最完美的 没有等候好的 是我们 属灵的超灵 永远是这样 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祷告 祷告永远 哦 神啊 你不知道我的事情吗 神啊 你没有看到我的软弱吗 你没有看到我的需要吗 你没有看到我的病痛吗 你没有看到吗 你在哪里啊 我跟你讲 神从来没有新闻的 懂吗 哇 我要打开电视 哇 看ABC 哇 看NBC 哇 Black News 哇 现在是什么新闻 偷窍新闻 神没有新闻的 因为神根本不在时间里面 阿们 神不在时间里面啊 从永远到永远 祂是神 还没有时间以前 众山未曾生出以前 祂就在那里 而且这个世界的结束 祂仍然在那里 神是超过时间的 神是超过空间的 神是超过人时间 一切的一切的 你怎么会讲说 神你不知道呢 很多的时候不是 神不知道 因为从来不是 祂不知道 而是我们没有预备好 我们没有预备好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 我们为什么要等候 我们为什么要敬拜 我们为什么要赞美 我们为什么要聚会 都是神在预备我们 都是神在预备我们 我们等那个让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来到主的面前 学习与神同步 弟兄姊妹 我写的没有写错 与神同步 你要从一步一步开始练 OK 就好像我中风以后 我这个脚啊 要一步一步开始练 而且啊 有个老师在教啊 在YouTube上面就写 他说中风的人啊 你要开始 你要开始走路啊 你不是练一步 你练半步 你开始练半步 OK 我觉得 那个很多啦 我要讲起来 如果有中风的人啊 或是你有什么样 这样的一个 昨天我们 还有一个这个小组啊 他们在聚集啊 是我们中风的啊 而且不同教会 有的还没有信主了 我们 昨天因为我们 现在这个流感啊 所以我没去啊 但是我们平常 就这样聚集了 我们常在一起分享 OK 中风的人 要学习是半步开始 一步一步行 我们要学习与神同步 一步一步走 慢慢的我们能够 与主同行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像以诺一样 与神同行什么 三百年啊 OK 而且最后怎么样 神太高兴他了 你不要在地上了 那个还要我来显现 还怎么样啊 你就干脆到我旁边好了 神就提他 他就不在了 与神同行三百年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每一次等候神 我们就要学习与神同步 跟得上神的时间 跟得上神的步伐 跟得上神的计划 跟得上神的安排 跟得上神的带领 甚至我们跟得上 祂的心意 这是等候神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尤其在艰难的时候 尤其在困难的时候 尤其在环境 好像很多的东西 不合我们的感觉 不合我们的想法 不合我们的盼望的时候 我们来敬拜神 我们来相信神 我们来相信 祂是不打顿 不困倦 不疲乏 祂是这样一位神 我们来敬拜祂 我们来赞美祂 中国人面对的一个智慧里面 还有一个就讲爱惜光阴 我相信也不只是中国人 甚至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就已经讲到爱惜光阴了 国内也是一样 是不是 什么天天向上 对不对 下面哪一句 下面是哪一句 前面还是后面 好好学习 对 天天向上 所以天天 也是讲到那个时间 讲到爱惜光阴 讲到把握机会 中国人就说 要爱惜光阴 所以我们从小一直讲 要爱惜光阴 要努力的学习 要好好的上进 求进步 这是中国人给的智慧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 是怎么说的 圣经 来我们看一下 来请 兄姊妹们来念一下 来请 你们要 这是以佛所书的第五章 以佛所书分人两半 一个一到三章 然后四到五章 那一到三章呢 是讲什么 讲生命 四到五章呢 是讲生活 OK 讲生活 那 特别这一段里面讲到说 你们要谨慎行事 你要谨慎行事 英文有说 be very careful then how you live 他讲how you live 原来的文字是 how you walk how you walk your life 你这个 你这一生 你这个生命 你怎么样的 在那边进行 你的行事为人是怎么样 你要好好的 仔细的 来看 仔细的来省察 而且要像什么 要像 智慧人 不要像一个愚昧人 然后要讲到 要爱惜光阴 因为 现今的时代邪恶 因为他特别讲到 现今的时代邪恶 那这里面 有很多 很宝贵的一个信息 事实上 这整个 五章的 十五节 一直到 这个 二十节 都是非常宝贵的话 我想 我就今天用这两节 那这边 荷本翻成 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 那原来的文字里面 它不只是爱惜光阴 它原来的文字是什么 要把握那个时机 那个 英文翻成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every opportunity 也就是 每一个机会 要把他什么 要把握住 然后把他的那个机会 那个有效 那个方便 或者对你的那个造就 对你的一个祝福 最大化 最大化 那 这个 要爱惜那个 那个字 原来是有 有 有 是什么意思呢 有点像什么 像那个商人 抓住那个商机 就是那个样子 在旧约里面 特别七十四亿本 因为你知道新约是希腊文 旧约是希伯来文 但是希伯来文有个七十四亿本 用这个字 一模一样的 在但一里书 但一里书的第二章 第七节 第八节 那我从第七节开始念 弟兄姊妹 有生气都可以翻到 那个地方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听我来念给大家听 他们第二次对王说 请王将梦告诉仆人 仆人就可以讲解 尼布贾尼莎 这一段整个经文是 尼布贾尼莎王 他有一天 他起来了 他昨晚梦了一个梦 他找人来帮他讲解 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 然后那些素士 那些聪明人 那些是PhD的 都到他面前 然后就说 那你 那你就 你就 告诉我们 那个梦是怎么样吗 他说 我不知道 你们就给我讲解 然后第二次 他们对王说 请王 将梦告诉仆人 仆人们就可以讲解 OK 仆人们就可以讲解 然后第八节 他这样说 王回答说 我准知道 你们是故意持言 故意持言 因为你们知道 那梦我已经忘了 OK 那个梦我已经忘了 OK 哇 我看到的时候 我还想说 我 我真的感谢主啊 我真的是 是一辈子没有遇过 这样的事情啊 我相信他们也是这样 他们遇到那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 哪有这样的国王 哪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要求啊 这么不合理 我想我们大家每一个人 参加过考试 不晓得多少次 对不对 我们的念PhD的 最不怕的就考试 对不对 你给个题目 我一定可以做出来 你给一个 一个问题 我少少资料 我都可以回答你 OK 大家给我时间嘛 对不对 你考试的时候 但是你 你能够想象这些人吗 我在想就说 你进考场了 你的准考证啊 什么的都弄好 上面也是你的 那个号码牌 然后你坐下来了 什么都预备好 然后就开始考试 只是这次的考试 很不一样 这次考试 发下来的考卷 一张白纸 懂吗 一张白纸 你要写什么 你写什么都不对 OK 你梦告诉我们啊 第二次跟王讲 你梦告诉我们啊 王就说 你们是故意吃言 故意吃言 英文是这样翻了 I'm certain that you are trying to gain time gain time OK 只有一个人 有办法抓住神的机会 那个就是但以理 了解吗 那个就是但以理 但以理抓住这个机会 为什么他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他也说 不是我 不是我能够解梦 不是我能够回答 国王你这个问题 想想看 这 这个考卷 你们是白纸啊 一张白纸啊 你考什么 今天是考化学是什么 还考英文 还是考果文 还是考 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一张白纸 你们都 都没有感觉啊 要是我的感觉都是 哇 我在图书馆 你们预备了多少天 你出一张白纸 那我怎么考啊 那那天就这个样子 只有一个人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谁啊 但以理 但以理说什么 我到你的面前来 不是 不是靠着我自己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根骨到永远 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神 智慧能力都属乎你 所以保罗 在一佛所述 跟我们讲 你们要向智慧人 把握时机 把握时机 我想 美国人都知道 很多西方人都知道 中国人讲的危机 危机 OK Crisis 他们都知道 是Danger Plus Opportunity 对吧 危机是什么 危险 加上什么 机会 对吧 OK 当然我们知道 你们不晓得吗 有人知道 感谢主 有人知道 这个西方人都知道 中文的危机是 危险加上机会 是的 有危险 但是也有机会 问题是 你能不能把握住 那个机会 那以佛所提醒我们 我们要像一个智慧人一样 一个好像一个商人 当别人都看到 哇 一大堆萧条的时候 哇 到非洲去 我要卖鞋 然后 第一个 那个 考察人员说 哎呀 老板不要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不穿鞋 对不对 那第二个句子 感谢神 OK 哇 赞美神 他们都不穿鞋 你们听得懂吗 他不穿鞋 我就告诉他鞋多好 对不对 哇 那个 虽然你们这个草地 到非洲去 这个草地 我去过非洲了 非洲人真的是穿鞋了 而且很多穿鞋 从中国来的 很多中国人在那边 卖鞋 卖衣服 卖什么 都在那卖 我到那个 很多年前到意大利 意大利那个 弟兄啊 接待我的时候 再跟我讲 你看到的 哎 潘老师啊 你看到的 你看到这边 在摊贩 在卖啊 全部是从我们 教会的 那一条街 那个批发店 你们批发出来的 都是 每一条都是 Made in China 都是 OK 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机会 是的 我们要像智慧人一样 把握这个时机 好 我好像这个图片 我看到 你看啊 好像那个时间位 好像Size一样 对不对 但是 里面有一个什么 金钥匙 而且这个金钥匙 上面那个钥匙 那个 有没有 还是石架的 有没有看到 这个图片 不容易找的 OK 找到这样 那个图片 所以 我们要像智慧人一样 把握那个时机 好像蛋一里一样 把握那个时机 他就被提升了 成为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 一个 一个管理者 一个统治者 他很清楚 能够指示人 能够告诉人 是那位赏赐智智慧能力的 耶和华神 所以他把握住那个时机 所有的人都不能够解答 只有他能够解答 而且他知道 他不是靠着他自己 而且是靠着神 给他的智慧 神给他的机会 所以 求神帮助我们 像一个智慧人一样 不要像愚昧人 要像一个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也就是 要抓住那个机会 把那个机会 能够最大化 不管是 哪一个时机 哪 即便是危机 我们要看成是一个机会 OK 危机是危险 这样的机会 OK Crisis It's not Angers Plus Opportunity Opportunity OK 抓住那个机会 神 尤其 那个经文 非常的 非常的棒 都没有 OK 你看 要像智慧人 不要像愚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时代 邪恶 邪恶的时代 总是让我们怎么样 会像愚昧人 好 一下 吸引我们 而且诱惑我们 离开神 离开这个智慧的神 但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OK 好 神给你预备了什么样的机会 好 我们 请同工人帮忙一下 放一下这个 课程的 课程的那个影片 好吗 世界快速变迁 神国局需人才 祖后两千年五月 客家宣教神学院 成立了 首任院长是 美国宣教士 挪威逊牧师 2001年 温永生牧师 接任第二任院长 课程在 2016年 完成建校工程 坐落在 桃园市 荣潭区 可望园区旁边 周围遍布松林 与茶园 风景十分优美 课程拥有 可荣案 两百六十人的大礼堂 两百六十人的大礼堂 多间教室 更有舒适的图书馆 提供老师 学生及校园 借书与阅兰 有丰富的长书 并陆续增加中 两个楼层的宿舍区 一共可容纳 与私人住宿 大平处的厨房 与餐厅 可容纳超过一百人 同时用餐 还有宽阔的校园 篮球场 桌球设备等 齐功修弃 与运动之用 为要培育神国人才 课程预备了优秀 且学有专精的师资 和有一群认真服侍主的同工群 本院的专任老师 院长温永生牧师 专精于教务与领导的领域 田荣道牧师 专精历史神学与系统神学的领域 陈美华教师 专精辅导与家庭施工的领域 谈定凡牧师 专精于宣教与步道的领域 本院也聘有十多位的兼任老师 除了教导圣经神学 系统神学 历史神学 实践神学四大领域的课程之外 更有客家特色的课程 诸如客家语言 客家文化 音乐等等 教育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简称的就是研究中心 这个组织最主要的功能 是协助院长提振学院的研究风气 它的使命是研究客家的文化 为客家宣教寻找千里点 我们有志于研究文化文明学 宣教学 圣经宣教神学 宣教历史学等等的领域 康话能为神的国度 建立有效向客家同胞 传福音的策略和管道 另有多元化的课程 让学生有丰富的学习 例如学前灵修会 全院迎新 教会观摩 国内外的短宣训练等等 还有成道 成间读经 全院祷告会 早崇拜 清洁活动 建造学生不仅是在 圣经知识中 更有系统的认识 同时也养成 自律 自动 自重的好习惯 培育成熟的属灵生命 将来成为灵命 品格 学士居家的 牧会和宣教人才 课程的意向 是要成为一所 以圣经为根 以神学为干 借宣教与文化研究 从客家到全地 使人做耶稣基督 门徒的神学院 为了达成这目标 课程的生命 是要培育神国人才 从客家出发 投入普世宣教 完成耶稣基督的 大使命 课程有四个特色 就是满怀客家意向 落实教务实践 重视解经讲道 追求灵命晋升 感谢神 2018年成为台湾 第十所 ATA认证的神学院 代表着课程 在各方面 已有相当的水准 并获国际的肯定 课程重视解经讲道 欢迎你来报考课程 欢迎加入 课程的堂面 为你呼召 进入课程 神为你预备了 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那我稍微讲一下 神为客家神学院 客家宣教神学院 预备了什么样的机会 今年是2020年 刚刚大家也知道了 我们建校是2000年 所以今年刚好是我们建校20年 20年 所以我说飞跃20 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目标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 指的标题 我们的那个一个标题是飞跃 然后副标题是 万族为客家 客神为万族 我不晓得神跟你预备了什么样的机会 神跟你们教会预备了什么样的机会 但是神为客神预备了20年 是我们的2020年 是我们20周年的一个建校纪念日 而且神在这一年里面 我们看见到一开始 事实上从去年的这个年底下半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预备 事实上我2018年进这个神学院 我就跟大家讲 要庆祝建校20周年 我一开始 这是我第一个提出来 然后他们慢慢慢慢开始 我都能感谢主 这段时间里面 今年是我们要落实这个庆祝的 20周年的一个日子 然后呢 一开春了 今年的一个开始 这个礼拜就开始有个教务博士班 开始造成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课程 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开始有教务博士班 教务博士班 表示我们已经开始栽培自己的老师 自己的老师 那这个礼拜就开始 第一个先修课就开始了 OK 然后我们在六月的时候 27号是我们的庆祝的 也包括毕业典礼 然后2930是有一个拓子研讨会 有个拓子研讨会 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第一个研讨会 我们出了这个还有另外一个研讨会 然后我们还有个专闻研讨会 这个图片是我们九院联谊 九个神学院 所以你看到第一排 第一排都是院长 不是院长就副院长 都是这些九个神学院 栽起 开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每年我们都有举办一次 这是九院联谊 在客家神学院的这样的一个联谊 不想你们找到我 找到师母 但很难找到 看那个图片比较 这个比较黑一点 OK 好 那我们 所以我们还有个专闻研讨会 除了这以外呢 你可以看到 这是很常见的 如果你到课程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的 这是我们课程的打卡的地方 知道怎么叫打卡吗 不知道 不知道就算了 OK 打卡的地方就是在那边照相的地方 这是在那边照相 那这一团呢 刚好是美国 是我们本国去的 这一团 他们是播道会的 他们跟我们合作 为什么要跟我们合作呢 是因为 神 有一些的带领 神有一些的引导 那我特别讲这一个 这是去年年底才开始的 这是十月份的时候 我们刚刚不是讲六月份 有一个拓子研导会吗 然后我们到十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课 一门课 这是临时插进来的 完全临时插进来 这一位 你看是美国人吗 对不对 他样子是美国人吗 对不对 然后他是Greg Odd Greg Odd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Jim Wilson 这是三一神学院 芝加哥附近的 印尼罗伊州的三一神学院的 那个宣教系的系主任 他要到我们神学院来 来讲课 你说这个机会 而且机票我们都不用帮他出 我们只要当地陪 他在我们客家神学院的 那一段的时间里面 我们负责他的资助 其他都是别人负责 而且你知道吗 他能够来到世界一流的 一个学者 一个专家 他为什么能够来到课程 是我们邀请吗 邀请客人 邀请不到 OK 我听到那个安排的 那个同工业大的学生 他就说 他根本就是 把那个礼拜就播出来给我们 为什么把这个礼拜 播出来给我们 为什么 因为习大大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中国的一些事情 这个还没有在这个 冠状病毒等等之前 已经取消到十年签证了 美国人十年签证了 取消了 他们那个团队 美国的 我们这个国家的 国务院已经跟他们 发了通知 告诉他们 你们如果 这个团队 你们任何的成员 在中国大陆 出生什么事情 我们 是不会管的 我们不会营救你们的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OK 十年签证都被取消了 所以 他的学生说 你去不了中国 你就来台湾吧 OK 是这样的 他能够来台湾 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们就抓住 我们就排了一个 就安插将近 十月份 就开始一个研讨会 OK 所以而且 这也是另外一个 宣教士 也是在中国大陆 然后退出来 现在很多的宣教士 都到台湾去 因为他们学了中文 而且在中文当中 来服侍很多 这位也是 也能够讲中文 OK 是韩国人 一个和牧师 二月份 正式到我们 神学院 成为我们宣教中心的主人 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OK 我不晓得 神为你 预备了什么样的机会 神为这个教会 预备了什么样的机会 那你说 我们怎么抓住机会呢 好不好 我们像呆尼一样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相信他 等候他 依靠他 让我们像一个智贵人 像丹尼一样 来到神的面前求告 来到神的面前求问 来到神的面前敬拜 主啊 主啊 你有安排 你有带领 需要的是我 不是你 是我还没有预备好 我的智慧需要被你开启 我的聪明 需要被你打开 我的眼睛 需要张开来 看见 在这个时刻 你为我们 预备了什么样的机会 我们一起 记得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 你软弱 有限的仆人 把你的道 只能讲到这里 但是我感谢你 你圣灵 已经透过敬拜 你已经透过报告 你已经透过这个信息的时间 你向我们说了许多的话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做智慧人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爱惜光阴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在这个时候 我们能够抓住 你给我们的机会 你不但给我们个人 我们的家庭 我们求你来帮助 给我们的教会 主啊 这个教会称为开玄门 你的得胜要在这里 你得胜的旌旗 哦 主啊 得胜的旌旗 要扬起在这里 这样每一个人都知道 每一个人都记念到 每一个人都能够开身来赞美 来见证说 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 我们的神是同管万有的神 我们的神是 在洪水泛滥的时候 仍然坐着为王的神 好不好 请基督者们我们起立 我们 如果你能够的话 你举一手来 我们来敬拜他 我们来赞美他 我们来感谢他 我们要应得他的作为 应得他奇妙的恩典 我们同生开口来敬拜 我们同生开口来敬拜 主啊我们感谢祢 我们敬拜祢 我们特别的感谢祢 今天早上 从敬拜 从信息 从各样的这样的聚会的当中 祢让我们经历到祢 丰丰满满的恩典 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祢 主求祢帮助我们 能够像一个智慧人 像战衣礼 或者像摩西 或者像沙穆 主啊像保罗 像彼得 主啊你用这些 先生先贤们 你今天也要使用我们 使用这个教会 每一个弟兄姊妹们 在我们个人的生活 职场 工作 教会 来见证祢的荣耀 因为你配得一切的尊崇 主啊 你的名 在全地和其美 绝书让我们 起来敬拜 起来赞美 起来等候你 因为等候你的 必不是羞愧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把一切荣耀归给你 主啊我们相信 2020 你要我们经历 更多的恩典 更丰富的一个恩典 因为末后的恩典 要大过先前了 主啊我们赞美你 把荣耀归给你 我们如此仰望 祷告 祈求 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兄姊们请坐